接下來繼續練習 這個就是 提過的我們剛才在幫各位做演練的時候 跟你講過的 我告訴你電流 你告訴我往耳音偏 我告訴你往這裡偏 你告訴我電流怎麼流 OK 第一個跟第三個 中間這個是它的一個方向性 這個在未來 是有題目的 那有一個見招可以幫我們記下來 第一個 長指導線由東向西 持長方向 跟你講過了就照人家的 照人家說的去比 不要呢 什麼方法都是用同個手伸出來然後也不管它的方向 你先定好 右手東左手西這裡是北那裡是來 先把東西南北比好 確定好弄清楚 朱子面是上 路子面是下 然後呢 電流要由東向西 我們就是用所謂的右手開掌地折 比一下 比一下 由東向西的電流 大拇指電流方向 顫著軟繞圈圈圈 顫著軟繞圈圈圈就是我的織利線的樣子 然後我們要記得織利線的切線方向 車掌方向 他的 我们的上方 转到上面切 切到哪里去 转到上面切下面 北对不对 看出来吗 转到上面切切到北边 所以呢 我们这个长方就向北 不向北 OK吗 OK吗 好 下一 有一个尖直方向朝脑 电流自下而上 就是你往底下看 它从下面往上跑出来 然后请问你 俯视的时候什么方向 那讲过了这个未来 是有题目的 然后有一个 我们有一些记忆的方法 会告诉各位 就让他告诉各位 那以后再说 来我们就说定义就是出直面 表示由下而上 你就要比一个出直面的 你就要比个出直面 你这样子比出直面 那你从上面往下看 是什么时钟 还是知道什么时钟 逆时钟方向 逆时钟方向 这个逆时钟跟适时钟 我刚刚讲过也要用 也会扯到它是N级还是S级 N级还是N级 这个已经看出来了 因为大拇指就是N级嘛 大拇指就知道哪一级OK 这就是我们的逆时钟方向 下一个告诉你说 我南北向的直导线 通电流 上方直针向东偏转 导级的电流方向哪里 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你去比 去比它 我的上方要往东边偏 然后去看大拇指是怎么样 或者 反正和南北向的导线嘛 所以电流 只会由南向北 或是由北向南 你就先假设 我假设你是由北向南 然后你照圈圈看看 它的上方直针是不是向东天 如果是 那就是这样子 由北向南 如果不是 那就是由南向北 就是照过来做 先假设答案是由南向北 由北向南 然后去看符合它提供的要求 符合就是我要的 符合就是另外一个 然后我们说 我们先定好东西南北方向 然后咧 我们要上方 上方 要偏东 所以你那个手一圈一握 上面要弄到东边去 所以像这样子 像这样子 它的上方卷转之后 可以到东边去 那这什么意思 由南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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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讲过了 你搞不太清楚 你也不太会知道什么 那种没关系 你就先假设它由南向北 或假设它由北向南 然后去比它 看它上方直针是向东边 是 那就是答案 不是换另外一个 反正电流指振由南向南 或是由北向南 就是我们所做的 简单的立体 OK哦 没问题